点滴记录中国法治经常 今日说法 普通的停水事件 却引爆了一个不普通的话题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谁该为水损买单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 各种各样便捷的物质条件 越来越多 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快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几样东西是我们无法或缺的 你比如像水 像电 像这样一些基础的 保障我们生活的一些条件 设想一下 如果哪天早上你起来 打开水龙头 发现一滴水都没有的时候 你一定会为这一天的生活 而感到担忧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 就从一个小区的居民 面临断水开始说起 2009年11月 一张停水的公告 让南京市龙磐花院 南辕小区的居民 议论纷纷 你作为正在对小区进行停水 这是完全错误的 家怎么一家就怎么样 他一家就说了算 南京市就用他一家自来水 没有第二家自来水公司 这张停水公告是南京市自来水公司发布的 里面提到 由于小区业主们拖欠 五万一千六百四十元的水费不交 他们将于五天之后 也就是2009年11月25日 对小区停水 从供水起义来讲 无力承担这么大的水费的亏空 是母亲我们采取了一些处置高质用 如果这不交水费 我们就要停水 薛胜平 南京市龙磐花院南辕小区的 业主委员会主任 他说拖欠水费不假 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想交水费 而自来水公司坚持不收 针对这种说法 自来水公司解释说 他们不收水费的原因 就是供水过程中的损耗 没人承担 自来水公司称 六层以下的建筑物 由于能直接送水到股 官网都是自来水公司自己铺设的 并且每家每户也按了水表 所以他们也就按每家的水表来收费 而超过六层楼的建筑 就必须要进行二次供水 超过六层楼 那就必须要进行二次加压 也就是说我们所属的二次供水 必须要重新一套增压市场 保满的供往水 增压到用户所需要的压力 龙磐花院南辕小区 是两栋十一层的建筑 必须进行二次供水 但由于二次供水的管网 不是自来水公司出钱建的 因此自来水公司 只是在小区大门处安了一块总表 二次增压供水 我们是刮一块总表 刮一块总表 就是我们是根据总表 跟这个就是小区里面的唯一管理 过去没有唯一管理 是台湾上来计算 而小区内则由物业公司 按各家各户的分水表 向各家各户收费 可在收费过程中 自来水公司发现总水表 和各家的分水表总是对不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作为替自来水公司 带收水费的小区物业 开始查找原因 肯定是主管有楼 就地下有楼了 就是我们能查到的 就我们也绣了 看不见的地方 耳朵听不见的地方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查找中物业公司发现 原来是小区内部管网出现了 跑帽滴漏造成了水损 最终导致了总水表和分表 数量不一致 平均下来 龙盘花园南园小区 每个月总水表 要比分表多出600多吨 一年下来 就多出了7200吨 约合人民币18000元 起初 物业公司想让业主们 来分摊这笔水损费用 业主们坚持要以家里的分水表 来作为缴费的依据 而对于因跑帽滴漏而产生的水损费用 他们不愿意承担 没办法 物业公司又找来了自来水公司进行协商 自来水公司认为 小区内的供水管网 以及二次供水设备 属于开发商或全体业主所有 由于这部分官网出现了 跑帽滴漏造成了水损 应该由开发商或者是全体业主承担 跟自来水公司无关 按照自来水公司的说法 就是说我的表 只得送到大门口 大门里面的 就归你建设单位就是开发商 物业公司没有想到 自来水公司把皮球又踢给了开发商 那么开发商对这件事又是什么态度呢 推来推去 在水损的问题上 小区业主自来水公司和开发商 谁都不愿意承担 而作为服务企业 物业公司也明确表示 他们不会为水损费而买单 老就不能再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 我做的约多 就是我这个物业公司 就赔的钱就约多 由于几次协商为国 物业公司最终做出选择 从2008年11月停止为自来水公司代售水费 让他们自己去收钱 可这一建议遭到了自来水公司的拒绝 自来水公司解释说 水损的问题不解决 他们不会越过物业公司 直接向每家每户的业主收水费 问题也就僵在了这儿 你只是一个总表 然后他没人收这个钱 现在这个过错 把它怎么转换到最后身上来呢 我们现在不是不交水 而是没有地方给交水费 你到什么地方交去了 他又不来收 就这样 业主们想交水费 可自来水公司就是不收 两年过去了 龙盘花院南原小区 共拖欠水费51640元 2009年11月 自来水公司 就以对方拖欠水费为由 对小区进行停水 从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也不会轻易的 就是去动用这种手段 停水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得已的办法 无独有偶 采访中记者听说 同样饱受水损之困的 还有南京市阳光之旅小区 14个月 然后一共水损是 3万元钱 一个10吨 那么这个人民币 有2块5的 2块8的 一共大概是8万多块钱 阳光之旅小区位于南京市的郊区 2003年底交付使用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住户1380家 进城后 小区一直由南京 康营物业公司管理 2009年8月 当得知 差了8万元的水损费之后 这家物业公司积极查找原因 这个地方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修的一个漏点 当中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下面漏水 然后原来有管道的时候 我们刚刚铺的 然后做了个保温 现在小区里这样漏点 大概有几个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修了六处了 可是 修完这些漏水的地方 物业公司发现 水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水费还是照常 比原来可能还有增大的现象 每个月大概水损 现在是多少钱 多少钱 现在还是 我估计还在八千多块钱 到九千块钱 这样八九千块钱 修来修去 还是解决不了水损问题 没办法 物业公司 只能向比较专业的维修部门 南京市自来水总公司求员 希望他们能帮忙 找一下漏水点 这个房子又不是我们供需洗的 不能把它 准夹给供需洗 我们也是不供 自来水公司明确表示 小区内的管网 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不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 因此不可能上门维修 自来水公司的这种态度激怒了物业公司 我们就给自来水公司发了一份喊 发了份取消代表代表 为什么说要取消呢 就是想引起自来水公司来 能重视这件事情 那尽量吸走 我们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掉 谁知 自来水公司根本不买账 直接给这家物业公司回了一个函 掀起把水损费给补上 否则将于2009年11月25日停水 停水的同时 也让阳光之旅小区的业主们议论纷纷 如果说你懂不懂用这种话去讲 去威胁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一种很大的威胁 过去有个电老虎 现在出了个水老虎 还不是这样吗 要向我们业主 谁向我们业主的利益 我觉得这是很不道德的 业主们认为 他们用电用天然气 都是按家里的表来交钱的 同样的道理 自来水属于公用事业 也应该按照家里的水表来交钱 至于水损的费用 应该由自来水公司来承担 因为欠费 两个小区都面临着同样的停水之用 那自来水公司动用停水的手段合法吗 就此问题 记者找到了南京市的相关部门 实际上政府非常重视 要求自来水公司 第一不得停水 第二要认真来研究 解决这个反应 老百姓反应的这个问题 在南京 涉及二次供水的小区 共有570多个 其中有30个小区 面临着停水的纠纷 那像这样二次供水的水损问题 最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 就是二次供水这一块 这一块呢 我们已经要求供水企业 进一步加大二次供 操表到货的这个工作力度 先把这个表给抄起来 记者了解到 目前南京市也正在推进 操表到货 也就是把小区内的管网设施 委托给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 然后取消总表 实施按分表收钱 而这需要对原来的二次供水设施 进行改造 那么这些设施 水平不一样 那么改造的费用测算了 也比较难 目前 自来水公司的初步估算 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 估计是在 接近20亿左右 那么 这笔改造费用 应该由谁来支付 是政府 业主 还是自来水公司呢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着这个 政府能不能补一点 企业能不能承担一点 另外从维修基金再拿一点 那么几个一点的办法 来解决二次公司改造的资金来源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 演播室的嘉宾 是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 刘文军教授 我们刚才一直在片子里面 反复听了这样一个 专业术语 叫水损 这个水损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能现在很多人还没搞明白 那么水的损耗 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 那么就是说从水产 它那个产水以后送到用户 那么这里面有个差额 这个差额呢 一般我们叫产销差 过去叫烙损率 那么这有两部分原因 一部分呢 就是广网当中烙损掉了 所以分表加起来不等于总表 再一个呢 是计量方面的误差产生的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那么水表和水表的误差 是2%到5% 就说水表不是很精密的 那么即使一点水不漏 它也会产生误差 总而言之 是一个产出和销售的一个差距 现在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规定 说水损应该由谁来承担吗 现在这个是没有特别的规定 一般来讲 从自然水公司的出厂 到他操表的地方 就进那个用户以前 也就是我们说的小区的总表 总表 对 总表这一段 通常我们说就是这个总水损 也是我们自然水公司承担了 大多从那个总表到用户 像我们南京这个情况 那么他产生的产销差也好 或者漏损也好 这个现在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 不正常的水损 怎么能够解决 从未来的发展来讲 我个人还是推荐 采用自然水公司管理到用户 这种方式 因为供水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一个部门 包括我们使用的管材 我们到管完以后都用户的水质 都需要专门的管理 那么自然水公司管的用户那里 既可以保证服务减少刚才说的矛盾 同时也可以保证我们的水质 想问一下 自然水公司 尽管它是叫公司 但是它和我们平时听到的 社会上的其他的那种普通的公司企业 有什么区别吗 自然水公司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因为它是给我们提供人民生活 必不可少的水 是每天我们都需要使用的 那么一个水它既有商品的特性 又有社会的特性 所以给我们社会上的其他的商品 什么牛奶 饮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自然水行业 过去我们是叫公用事业 是从公司业来管理的 但后来由于改革开放 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商品来管理 所以它现在管理的单位是国资委 也是去考核它的效益 所以我个人来讲 这样管理是有它的缺陷的 就是现在我们的物传法 我们现在入户以后的管材 水表等等 都是由业主自己所有的 那么既然要改造的话 我们势必要花很多的经费 来做件事 那么我个人觉得 这个费用最好是由政府来主导 来协调这个关系 那么如果要自然水公司来做件事 它有投入 这个投入一定要回收 通过什么方式来回收 政府要考虑 是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 还是通过给予政策 还是说来百姓也承担一部分 有个协调的过程 现在当地政府部门出面来协调这个事 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不能停水 第二这个问题要协商解决 您觉得这个协商解决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那么解决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要样一步 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因为现在如果僵持的话 对谁都没有好处 那么其中我觉得政府的责任是比较重要的 就说假如说中间的乐损 自然水公司来买单 政府得有个说法 比如通过减一点水资源费 或者其他的一些措施 给自然水公司一个补偿 在美国等等 自然水也是作为特殊的行业来管理 在我们国家台湾地区 那么他们甚至自然水公司 是作为公用事业来管理 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理的 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改变一个思路 把它作为一个公共事业来管理 加大政府的投入 这才能够有可能改善我们自然水公司的服务 提高我们的水质和供水的安全性 全国655座城市每一座城市都存在水损的问题 而且在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今天 每一滴水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宝贵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关的政府部门 能够拿出相应的办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也期待着法律法规 能够在未来对于这个问题 有更加明确的说法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也感谢您收到演播室参应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 再见